HELLO 又在星期三直播 決戰中環的時間 講到決戰中環 有人在決戰中環 馮博士現在在中環塞車 嘩 真是不夜 可能要遲10分鐘才到 沒關係 都很快趕上 我和阿楊先聊天 大亡人一定是高端人口 由中環撲過來 一聽就知道出自高端人口 又去博士又去中環 那就一定沒有事了 我們算不算低端人口 我一定低端 不用問 不是喔 你是文化工作者 說是正職的 死呀 在香港不是說文文化 說是沒有錢的 其實永遠沒有錢的問題 寫什麼會主義 你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 現在是納水清除猶太人 那種方式 有點像 有一模一樣 其實說真的 內幕消息是什麼家科呢 因為我北京也有事 早兩個星期 那些人開完十九大 就真的說有些跟進會議 當時已經看到有通告 就說會大力整頓使用 已經說明不是城管那麼簡單 所有管治力量都出來了 前邊就清後邊就拆 接著就會有人來蓋檔 包括了你原本那些不規範 改建那些東西 一次過蓋了 路邊檔啊 那些場面有個洞 那些東西 退土地接出 那些也不信 那些就說得也不少 那些人很無虛 國內明白什麼事情 講完可能跟著沒有事情 結束了 是禮真 真的是動真格 而且是很暴力 很粗暴 是想不到真的出動到中國的推討機 而且是在京城的天子 由京城開始就蔓延全國 馬首是瞻的 有看過港版通告都由於全國通用 不要以為是一個偶然 於是大家跟這麼簡單 而是中共是很有系統的 或者應該說習近平是很有系統的 強力清除城市裏他們認為的隱患 標籤也叫做低端人口 說真的 今次官方文件沒有說我們要清理低端人口 問題是過去這十年左右 低端人口這件事不斷在北京官方文件出現 低端人口什麼什麼什麼 低端人口什麼什麼 今次一個這麼大規模的清拆驅港行動 就令到很多人聯想到這個詞 就在網上爆紅出來 其實冰封三尺就非一個字 對呀 趁機因為火捉死的人 於是就動手 不是這麼簡單 而是充分體現習大大 強硬管治的新風格 其實這個問題在中國由來已久 樣子很清楚 讀過中史就知道了 新中國建政之後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戶籍制度 所謂什麼的 低端人口 即是民工外來 很多種名稱都不重要 但是歸根究底 就是基於戶籍制度 所以變成流氓 即是說他們根本是沒有戶籍的 是沒有一個身份 即是享受不到福利 教育是一個大問題 其他的所謂保障 所以每次都沒有 變成一種講的難聽 就好像寄生 問題是過去的二十年 中國城市急速發展 急速城市化 在這個情況下 就吸納了大量的流動人口 就長住在城市裏面 亦都要一個轉折是什麼 如果大家深水清 幾十年前回深圳 我們那時候 前店後廠的年代 80年代 很多想是民工 多想是貴猴鳥 打完工春節就回鄉下 第二年回不回 還是留在鄉下 是不知道的 每年春節之後就招工 春雲 另外中國人類歷史上 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 到現在都繼續 就來了 十億人計 數以十億人次計 所以變成這個時間很吻合 在春雲之前 確保已經清理了這些所謂流動人口 是強制執行戶籍制度 其實這件事搞清楚 就不是說它是什麼納粹 變成很多聯想 我們就不是阻交的 這個 是網上的聯想 不過說清楚 那個因由和我們所謂人口清失 兩個完全不同 這件事不是納粹發明的 早過納粹很多很多年 中國自古有戶籍 中國有戶籍 那個李格濟 剛剛蕭公說了 李格濟 哪一個推行得最厲害 秦朝 因為秦一路開始 但朱元璋開始特別厲害 特別強硬 因為朱元璋是怎樣起家的呢 他是流民 他是黑衣 周圍柔食四方的黑衣流民 很清楚這一群人 用李格的方式 補甲制方式 釘在土地上 就很容易成為一個 明末 都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流扣 原末和明末都一樣 再加上什麼呢 你剛才的胡植制 那個快佬 就是黨案制 就是來自引入商聯的 這是新手段 科學化管理 新舊結合 就變成有中國特色的 叫做什麼 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 就是很殘酷的 例如農村戶籍 和城市戶籍 本身已經是一個高低之分 城市人、農村人 那個意識很強的 城市人 我是城市人 你是農村人 所受的歧視和壓迫 是你想像不到的 我自己做了國企 這麼久很清楚 那幫老闆 你不能說他沒有文化 但是反過來 他對那個 所謂 戶籍外的人口 那種歧視 是流於 不然之間的 為什麼呢 他們很流行 廣州就很過人了 他們不需要任何 評論 表態 諸如此 他只是說很簡單 這些 農民 一句農民 就說完了 即是盡在不言中 所以 撩擾的事少 就是農民 所以 基本上城市和城鄉之間 那個議員對立 是很明確的 很厲害的 所以 今次你看這個 所謂清理低端人口 手段很撕亂 很難看 行 沒有問題 不過這就是表證 骨子裡的問題 就是中國戶籍制度 反而不是太多人 觸碰到這件事 所以今晚有機會 跟大家說說 乘機抽水一回事 我問了一些中國大陸方面的 戴咪 戴咪 阿馮多戴咪 你坐著我 高端人口比較忙 連咪都忘記了 有人熟視他戴咪 哈哈 哈哈哈哈 抽下數字 其實 城市串人串得多 遲到今天終於人到我了 抱歉 抱歉 人年有水被冇落空 哈哈哈哈 好 來自然都問了一位 在上面 都相當有認識的人 他講了幾個點出來 講一些我們香港人 少想到的項目 根據國內高人的看法 就是 他說 其實這個是 所謂一線城市的人口 是設了指標的限制 不想它多過那個位 這個其實是很有趣的 一個對比 跟香港 我們香港 就有沒有說過人口上 已經超過了150 最新今日 張超項立法會講的 就是說 去年 竟然有五萬七千多人 按照計香港的 單程證一百五十 你用到做都是五萬四千多 現在就變成超過了一百十幾 而政府沒有任何公佈 也沒有任何解釋 而市區組織協會 你認為是最左膠 就是說 這個是可以 補充 香港 的 基層 勞動力 最老命的 不是施勞山 是工聯會 是人權來的 你問我們 待會香港的環境 我們再講 現在是跟你講 北京和大陸的低端人口 香港低端人口 香港低端人口 所以 第二 城市的所謂容量 原來上面都有設計 說我們設計有問題 是不是 沒有了 第二件事 他點出了一件事 就是說 人民日報是在罵北京市 人民日報出聲罵北京市 所以 他就說 似乎 現在上面說 中央有個政策在 但是 所有 最後的百念 大大永遠都是百念 當然 沒有他拍板 誰敢在天子腳下做這些事 這是引起國際關注的 這件事 十九大後 我就剛才交代 已經見到北京的民間 當時我不相信 現在是這麼誇張 現在看到 就知道 八字黑字 清理手段 清理手段 北京排華 所以 所以 戶籍制度 這些下野 和所謂城市容量 即是 常行的下野 到底中國搞哪一科 這才能做到深究 肯定會搞城市法 如果你看北京 其實不是說千刀 反過來 首都功能重新分配 紅安新區 紅安新區 管得多嚴 你可以留意得到 即是 夠膽炒賣 你會死 那些 所以變成整個中國 說得明是一個 城市化春世 已經預算了 但是中國 特色的城市化 大家現在看到 清理低端人口 設一個上限容量 這些東西 高級城市 高端城市 基本上都是一個 計劃經濟的DNA 他對人口 共產黨一向做事 人口是一個數字 是一個生產資料 而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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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低端 低端是營物件 等於你 在八十年代 發覺人口過多 生一個人 只准生一個人 八個月 九個月都強令墮胎 結果造成很多社會悲劇 那些叫人流 這個人流 你可以完全看得到 現在就說 勞動力不夠 可以有限度開放生第二胎 你完全看到 它不是從一個人的價值去看 完全是用一個功能價值 很機械功能的價值去看 人口跟身口有那麼大分別 可能比身口還要大鑊一點 人們會抗議 動物不會抗議 除了做一個動物農莊 現在是動物農莊 你有沒有發明 觀察到國內的新聞 就是北京這幾天的治安有些動蠟 有些動蕩 有些打消夜 有些出現的事 怎麼會沒有 幾百 你突然間有幾十萬人 你說千幾萬幾個城市 幾十萬人 三百萬可能是一個target 但你幾十萬人 其實也是這樣 已經定了人數出來 你要清理它 每個單位加5% 不大5% 全國知識分子 抽五個平凡 五十幾萬 五個平凡 他喜歡五個 那些思維模式 到今時今日 有時候要搞運動 就是以色形態 這些手段 值得留意的是 背後的訊息是甚麼 到底中國發生了甚麼事 如果說 以習大大高知道 他不怕得罪人 甚至你現在真的會有人反彈 反正我和你 都會抱著死 那些大人 那些大人 真的就放火 無所謂 除了家所以外 別無損失 共產同志類 對 是窮而則革命 變回無產階級 原本有些小生意 有些打散工 諸如此類 甚至你不要作家人繁殊 灰色地帶 沒有所謂 都叫做在城市裏落腳 有很多是快遞員 有很多是兼職做快遞員 也好 有很多是基層勞動力 整個香港情況一樣 勞動力不足的時候 這一人肯補充 其實一向都有 過去十幾年 一線城市 一日發展都沒有水平 他們那些城市本身 那個年輕一代 是不願意做一些 建造業務性工作 或者他們認為是低層的工作 低端工作 低端工作 那就是由外省來的民主 民主 民主 因為他們那些人 是沒有辦法 在北京拿到一個合法的資源 來對有社會保障 這個很重要 這個浮博的專體 的而且就是 戶籍制度牽涉到第二 很大的矛盾 就是資源矛盾 絕對是城市資源 城市資源的矛盾 重點在哪裡 這就是兩個環節 一是教育 二是健康 而這兩個環節 基本上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部分處理了的就是健康卡 一線城市 即是單列二十那個 包括廣州做的 都有這個所謂健康卡 可以做到 基本保障 尤其是社保 已經教了 就去診所 分區診所 尤其是 跟香港本的重點 不是隨便走進去 你的卡是分區的 你去分區的 你去分區的診所 所有的醫療服務 都包了 基本上 當然要爆大 有腫瘤 聽到 令計 那些你自己有 賣保險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城市戶籍 那張卡 就很彰顯到這個 但第二樣的管不了 就是煩 教育是一個大問題 先前已經很難吵了 你那些民工子女 如何奏學 你是否會變成 跟社會脫節 真的變成 像是養港那些 自古以來也好 包括流氓 教育的環節 是一個所謂安全網 沒錯 這個安全網 是否可行 這個問號很大 所以有一個說法 就是 習近平已經意識到這個危機 就是 你城市不能再所謂雙軌並行 都還期望他安定 於是他唯有 fallback position 一返回反重現 就是強制執行 互籍制度 因此 就逼你那些人 離開城市 令到你的互籍制度 活得到 這是最簡單的理解 互籍制度 其實是 以前 阿毛那個時代 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的水平太低 控制力有這麼強的時候 就真的很好 問題是 真的去到老等搞這個所謂的走資的時候 你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你開啟的是數以億計的勞動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勞動力 釋放 是釋放的 全世界未試過幾億人一次過釋放的勞動力 整天說什麼中國模式 是壓救來的 基本上就是一個生產力的大釋放 在很短時間之內 將那個抑壓了很久的生產力 一次過爆發 是以億計的人 好得人害怕 原來是八十九十年代 全世界都沒有 所以這個支撐中國的非正常高速增長 其實所謂高速增長 是追回過去五十年的落後 只不過在很短的時間裏面發生 就覺得它很高速增長 現在就去到一個所謂彎角位 咬彎的時候 到底能否持續呢 這個問題 拐點 這個叫 三期碟加 對 兵彎的專題 也有連結 就是關於這個 起碼要維持 所謂幸福水平的話 到底你城市經濟的資源是否足夠呢 這個真是很大很大問題 這個 你也有高人資料 問一下上面相關課題專家 我又不是專家 問一下 問一下又問一下 Feedback 他反而提出了幾樣東西 很有趣的 他帶來一點點 他就說 這件事和幼稚園那件事 北京一起發生 現在就說 為什麼現在兩件事爆 國內現在的輿論 基本上是爆了 所有的輿論是很高著 處於一種叫做 亢奮狀態 還有社會 他說有少少社會覺醒的 一個波蘭 一個波蘭 這個波蘭是出來了 習達大權最大 中產階級 都覺得自己沒有保障 但他跟天春大爆炸 其實是一樣的 中國裏面 過往二十年經濟發展 最大的受益者群 都是城市中產 城市中產 沒錯 即是沿海城市中產 即是部分人先富起來 他們本身 令到西方跌眼鏡 這班人沒有站出來 說要政治改革 就繼續維穩 很贊成 很熱愛這個中國有制度 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叫這件事 叫中國特色 是有一種叫中國例外論呢 開始你會見到這些事件 當然那件叫做 他也留意 另一個觀察就是 有這個 有不同的 那個輿論其實 那個幼稚園相對來說 其實是大一點的 反而在國內 低端人口呢 反而沒有那麼大 因為在那個階級性 就是說幼稚園因為他對 在那個 那個 他記得利益 那一家中產 那間兩家是便宜的幼稚園 不是一般窮人獨得起的 都是出這些問題 還要輸出的 這間店 真的有人說 然後當然最後維穩 找不到那個紀錄 還說是有人造謠 造謠永遠都是這樣 動家長 要你收口就說你造謠 你要說聲 就是搞一場無知事 那樣跟這個 三位粉一樣 還有這個 天津大爆炸 那些想上訪的 中產一樣 處境一樣 所以這兩件事 爆在一起 現在越是越燒越行 大家就會在問 不單是低端 沒有人在清理 高端也沒有保障 中端 那些中端 中端 什麼時候輪到 什麼時候輪到 當成高端 不過那些高端不是中國 那些高端 即使你說天津大爆炸 那個影響 都沒有 那些燈幼稚園那麼厲害 在於什麼呢 因為你還可以 歸咎於 意外爆炸 霍現象 自然會著火 背後人類積出來 引爆這件事 當然是小人謀意的 當時我寫了一篇文 講這件事 就是天津大爆炸 爆了什麼現象出來呢 其實就是 共產黨失控 這個才是 為何解釋 無雙解釋 或是習近平要 強行推行某些事情 原因就是 共產黨的管治能 受到極大挑戰 天津大爆炸那件事 是因為你的管理功能 外判了 任何時期 大分裂前期 是很相似的 諸侯割據 怎樣反映出來呢 就是 樓上共產黨 只是佔你 一個城市管理人員 百分之二十不到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 真的要執行 城市管理的 是外判承包了 包括保安消防 這些 那麼關鍵的社會元素 在內 所以那時候 天津大爆炸的現象 死了很多消防 而那時候 沒有訓練 沒有裝備 是做灰准來的 為何針議會這麼大呢 其實原理是一樣的 但今次那個 若疑事件 真是純人為 唯一的意外 就是撕毀了一個硬碟 而且沒有涉及到一些政策的問題 那些人表態安全很多 那就是群情洶湧 但這個是有階級性的 大部份這些媒體 都是屬於中產的背景 他們關注這些東西 而低端相對來說 是比較進步一點點的 邊緣一點的 反而看得更多 但剛才除了阿楊說過聯署之外 都有很多社福機構做事 很明顯是和政府 被禁止 對著幹的 對著幹 自願機構是被清場的 明明看到天寒地凍 小朋友連棉被都沒有在街上 這個時候我想問一下 這些自願機構的黨委 不知道是怎樣呢 肯定罷獲啦 大佬 是有黨委 黨委在這些自願機構 現在相比小 現在就是說 現在一個政策擺明 反過來就不是共產黨為民請命 就是這些機構為民請命 社會自發 社會自發 然後跟中央政權抬抗 政策 你想想一下 2008年的時候 民村地震的時候 突然湧一堆 民間慈善 是湧入救災的 而且做得都不錯的 但是共產黨最怕就是 你自發 而且你是得到民心的 這件事他就發覺 我控制不到初期 給你們去 然後他就馬上收 是啊 所以他最怕就是 民間自發的東西 同樣道理 而且這些 逢是自救的 一定是有組織 基本自發組織 如果我能夠自救到自己 那影響是很大的 我不用理會 你不是救世主 那就是 如果我能夠自救 我不用理會 是啊 這件事很有政治含意 那這個現象 一家科 有一點 不是認同不認同的問題 純粹是戰略上判斷認同的 習大大意識到 他面對一個管治危機 管治危機 是在於共產黨的管治能力衰退 所以這次你發覺這個清理人口 你已經是 有一點點可以說是 引蛇出動的 到底誰會站在政府那邊 誰不是站在政府那邊 很明顯看得到的 跟先前你說的 那個民宣地政的案子也好 跟天津大白的案子也很相似 那一家科 共產黨作為核心領導那部分 是被弱化了的 天津和其他直轄市 或者所謂的經濟城市 特區顯示出來的 是一個所謂的攤勃效應 就是你共產黨管不了 這麼先進的城市的時候 你唯有外判 你一外判 就變成了諸侯葛舉 同樣道理 就是說 當天災人和 共產黨的領導 那個彈性 追不到的時候 民間自發出來了 這次你看 這間北京的事情 是對社會自救和社會的所謂認同 何謂北京人 甚至何謂人 這個看法跟中央不同 所以這次肯定 一次過現形的就是民間的 所謂服務組織 志願組織 甚至公共知識分子 稍為有良心的傳媒 都現形的 那會不會像當年毛澤東一樣 一種羊謀引蛇出道 嘩 這個觀點很新鮮 對 好似毛澤東的手勢 好似毛澤東的手勢 不過他跟著他壓你出來 他動了手 誰去救的話 他會知道你就是對著幹 不是新觀點 毛澤東玩過的 要引蛇出道 是羊謀 是羊謀 如果習大大學了毛澤東的傳的話 這個手勢很像 但問題是你已經說了 我們共產黨的管子 因為經過和當年不同 已經發了很多 為何他當時那麼強 那個國家那麼窮 但他又不用外判些什麼 因為他發動群眾 一發動群眾 大家不用你來外判 而只要動員他的積極性 就來了 這次紅旗就來了 這樣就來了 現在伏旗你都要 伏水 伏水少也伏少兩下 分分鐘 因為現在的社會 已經不同了 他已經沒有了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某 起碼很多 已經不能夠和毛澤東的 那種動員群眾去比較 就是外判 逼著各種外判 然後就叫做良有不齊 差的肯定多於好的 為何就是要提醒大家 和上幾次都說過 那些題目是一樣的 你留意習近平的施政理念 2012年已經說了 經常叫共產黨自己內部 要警惕蘇聯解體 現在看他重用的 所謂智囊王狐寧說什麼 其實就是在說 要強硬管治那一套 是同一條路線 怕是怕什麼呢 其實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怕共產黨會解體 怕中共解體 就不是蘇共解體 但是那個背景的情況 是很相似的 有少少人看錯了一件事 如果好像 打樣子沒有看錯 打樣子就懂得判斷 你歷史上中國那套 流氓顛覆政權那一套 那個相似 和現在的不相似 就是以前所謂能夠 推翻政權的流氓 最後他也是自己 自行組織了另一件事 正如朱元璋一樣 即使是刻意出身 最後他埋了 我不知是概邦堆 但起碼埋了某些堆 變成入了流扣 那股勢力裏面 終於變成一個所謂領導階層 就是這樣出來 挑戰你元朝政府 同樣類似的情況出現了 所謂民生狀態 社會自己會有其他一種組織 政府管不到的 政府照顧不到的 政府照顧不到的 形成那件事 就像是仰幻 現代的理解 變成另一種 共產黨以外的組織力量 共產黨肯定很厲害 而且有很大機會 會在城市那裏來 因為很多人說 中國傳統的農民運動 改善換 但現在又是跟以前不同了 因為農村很多人已經是 拿去殘兵 你怎樣暴動都 留守而已 留守而已 要是很小 要是很老 但現在最精壯那班 很多人去了社群打工 還有就是跟中產的 是否會結合 這個很重要 當然現在的大局 當然仍然叫做 中國模式 其中一個支撐點就是 城市先富起來的中產 並沒有如當時西方期望 立即重蹤西方的覆設 要求參政議政的空間 但是這件事 到底是否一個 真是能夠 叫做中國例外 是否真的這樣 維權 一個很大的 是 以前的維權 其實維權 主要的核心 都是一些比較進步的 公共知識分子 或者是新一派 年輕的 有學識水平的人 但其實我們見到 一些大部分 安於中產 但是動作這些東西 其實它是會有反應的 動作這些東西 如果連這些東西都做不好 其實它是會有反應的 還有我們剛才說明朝 又有一些小事跟明朝相似 明朝有一件事 是以前中國歷史上很少出現的 就是明末很富裕 很腐敗 很專制 但是同時出現 城市暴動 是不斷出現的 因為它當時城市經濟很發達 是畸形的繁榮 其實這個也不止明朝 如果根據 風潮也有出現的 所謂金觀圖劉青鋒說的 就是彈法王朝末期有這個 畸形的繁榮 無組織力量 是城市的無組織力量 其中一個就是城市的經濟繁榮 但是這班人是建築剝削弱村 令他們無納粹之地 就是用另一種形式 去重複中國傳統歷史的果樣 所以變成阿楊和馮博說的 很過癮的所謂一針見月的東西 所謂中國模式 是否新模式 如果我們真的是揭曉歷史 你不是看黨八股 八股文章的話 其實中國那種 所謂農民暴動 有很多時候的火頭 不是農村發生的 你看清楚歷代 所謂大頭起義那班人 有很多都是近乎主流 在城市衍生出來的 最早那一火 就算是揭桿而起巡沫的那些人 其實都是負責大逆夫的 他不是無緣無故鄉下人 他不是低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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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公首來的 還有劉邦最低端的那個 為何會做老頭 是因為當時另一群老頭 其實你看蕭河那一群 城市小混混 反而他們其實是有後 他們害怕當時 因為如果他造反 你不出頭 有機會就流露 說回背景 劉邦所謂草莽 不是農村的 他是有一官半職的 庭長 市水庭長 他身邊那班人 是秦朝官吏 不過是小城市 都是城市人口 最早揭桿而起 總之不是低端人口 這班 不是低端人口 最後一段 就算是 清朝揭桿而起 哪班人 你不要以為是 變幻那麼嚴重 你看清楚 洪秀泉 是落地秀彩 而他那個力量 來自於吸引了 當時最先進的城市 廣州周邊 那些全教士的外來思想 是先進分子 你回到歷代以來 你不要來黨派共加火 農民起義 你的圖案是農民起義 火頭在哪裏 所以其實 中國歷代以來 那個火頭 所謂蔓延 星星之火 可以瞭然 就是在於 你精英與 暴民的結合 就是城市裏面的精英 和你所謂的低端人口的結合 回流 砌下唐朝 那個王朝 都是落地走出來 都是落地的 所以大家看歷史 你真的不要經常看這八個 農民起義 一定是農民起義 拖數都是讀書人大拖 沒錯 在城市裏面的知識分子 有一點像西方所說的 那個知識分子 維權的概念 差不多 龍毛澤東一樣 他說他動員農民起義 他本身是知識分子 他本身是富龍佳七 知識分子 從湖南龍村走到城市 北京 在城市裏面 做垃圾人 然後整個共產組織 是怎麼來的 是城市知識分子 是城市裏面 是城市裏面 我差不多勤工劍 去了法國 周恩來也是 全部都是 即是絕對不是低端人口 是精英和暴民的結合 現在的情況就是 城市和中產 和這班所謂低端人口 會不會有組織力量發生 這個大家不敢說 還有現在始終是一個 已經發展了 資本主義經濟去到這個地步 又和以前中國又不是一模一樣 生產模式不同 生產模式不同 人的意識 很多社會矛盾是很相似的 很相似 因為他還未擺脫 傳統中國那套 那套管治思維 但是道德基本上擺脫了 好的道德 就全部擺脫了 所以那些 專制 貪污腐敗 是億倍萬倍的幅度來大化出來 是完全傳統中國那種禮異廉似 人意禮智信全部沒有了 只有權和錢 我們看到了 好的是沒有了 這個跟中國有些不一樣 中國從未試過 即使外族入主中國 都未試過這麼徹底 就算西方搞資本主義的時候 他的道德 就算水平是插水的時候 他未至於整個道德和文化瓦解 中國是徹底道德文化瓦解 這個才過癮 你說中共解體和蘇共解體 最不同的家科 蘇共解體 他仍然有個抵留 我的說法就是 蘇共跳船 他的精英走出來 不再跟共產黨 但其實他原本是共產黨 所以他才能這樣 還有你留意他本身 他都有一定的 所謂東正教傳統 現在仍然是 就算普京都說自己是東正教徒 所以這個就是 看到他本身的社會 是有一定其他 政權以外的組織 基礎的傳統 即是他那個 俄羅斯傳統沒有徹底瓦解 但我們看得到 上次我們臨走介紹的書 劉重慶你都說 他分析如何中國的社會 因為政權是一種外來性的組織 即是凌駕於社會 並且以首先要維持政權為首要目的 去弱制社會的發展 或者是和社會產生張力 當然是政權行線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政權要牢牢掌控社會 其實他是不斷拆毀社會基礎 他有一種政權的性質 又令到這個 中國社會其實是持續的 社會基礎是瓦解 他首先 所謂解放初聯 第一件事就是瓦解農村的 統治階層 全身打靶 徹底將他用最殘酷的方式 土改 土改和打靶 批鬥 結果所有 由農村 變成誰控制 由黨派幹部去控制 即是中國的管治 由這個城市延伸到農村 每一個單位 其實是相當接近的事 共產黨後才能夠 由這個技術來 破壞了整個社會基礎 這件事不是就是仰華齋 科學法處理 中國以前那一套 再加上史太林那套科學 另外中國傳統 叫做todetarianism 即是全權主義 雖然有時會農民報道 但長期穩定 政權會瓦解 但社會沒有瓦解 但社會本身沒有瓦解 我們看回香港 新界那些原居民 還有軸譜 中軸的系統沒有瓦解 你去中國大陸 這幾十年後 有什麼軸譜留得低 破四塊 全部燒掉 一早 作的軸譜就不少 作的軸譜就不少 就是一個討客之戰 死幾百萬人 很激 當時廣東存在很多外來族群 軸譜的衍生 如果根據一些歷史學家的說法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有些人需要證明自己自古以來就住在這裏 我的太公住在這裏 你拆我的祠堂 不是拆我的祠堂 那麽簡單 你說我是產權 你動我早上十八百 沒錯 就是等於動我的合法性 擁有這個統治 合法性 這個關鍵詞 有個祠堂在這裏 其實是證明我自太公 但那個太公都是作出來的 哪有這麽多太公 你知道如果根據又是金官徒 劉青鋒 二三八年世派一次死了 爛什麼都燒了 那你哪有得來自古以來的太公 其實是作出來的 大部分都是 太公是作出來的 但問題是 現在連作都不能作 每樣東西都用來弄虛作假 就算你真的還不是作出來 你數到上去 它不是又是外來人口 你整個廣東 自秦朝以來 根本就是移民殖民 你原本那些 那些殖民朝 其實一直未停過 一直都有北變 所以現在 原來那些白月 白月就是這樣來的 如果中國唯一能夠維繫社會 似乎只剩下一個很強力的政權 事實上都是 一旦倒閉的話 到底還有什麽去支撐社會 是沒有的 我從來未見過中國歷史上出現一個 政權一瓦解 什麽都沒有了 我們想回 就算是東漢末年 現在經常打三國 為何三國初期會突然大量人才出現呢 這些不是突然間有轉打就有人才 不是的 因為中族鄉黨很多時候 在政權民亂和腐敗 殘酷的時候 中族鄉黨他們是自己回到自己鄉下 自己組織 自己教育子弟 教育鄉里 結果呢 沒錯 他們隱居的時候 就已經積聚了一大批的人才 到時勢需要的時候 這批人就出來 諸葛梁就是這樣 公家的男人就是這樣 真的只是耕田嗎 沒有讀書的 不是的 你向上發展就叫做勤王 向下發展就叫做自保 保境安民 社會先前中國以前的自古而來 那個所謂的組織能力 就是保境安民 是自己鄉黨和中族的管理能力 有一個圓有一個圍繫 以前我們說的官是會三二一任 但是那個師爺是一樣的 師爺是地方勢力來的 沒錯 沒錯 去幫他認識地方 因為官是隨時遇入官 留守官 還是帶來南門 所以現在到底中國真是一瓦解的時候 怎樣恢復 我真是想像不到會有什麼 所以大家經常講枝霸 怎樣爆發 這其中一個很過人的tell tale sign 就是他在面對著很大的動盪 他自己知道 下面也踩著劉沙洋 他沒有辦法不去做一個強管理 但一強管理的時候 反彈就出來了 其實上次我們說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經濟 就是黨要在市場上掌握這個多數 上次就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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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反彈回頭 就是所謂公私合營 PVP那一下 又是用夠資金 又是用夠資金 其實你想想他在當時建國之後 可以對社會全面掌握一個操控 就是因為如果你不根據他的制度 你是連飯都沒得吃 逼你公私合營 所以如果你還打人工 如果你還打人工 每次拿人工都要感謝黨和政府 是 是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城市資產加級搞個公私合營 等於變相充公你的財產 但我們都見到那個趨勢就是 發現如果那個市場經濟繼續壯大 的而且確是會有朝一日是可以令到那些人 因為老實說我不跟你共產黨一起 我都找到食 我都找到食 這個就有經驗 那你反過來 香港那麼多人可以牙斬斬 最好的例子 因為自由經濟 你控制不了 所以 另外一個問題 例如你看新加坡 也有些特別的問題 為甚麼 它相對政府的操控經濟力強 那些人就自然 就是鴉著無聲 如果你是用香港那種完全自由放任經濟 那些人的確是 自己有辦法在市場上找到食 那些人自然就是自由 經濟自由 先於政治自由 但他想學新加坡很難學 第一 新加坡都是西方意識 他怎樣專制都好 例如他英語 所有官方語文 他的法律體系 李光耀本身都是英國的法律體系 另外 他的人口 真的 把所有人口都訓練成為高端人口 這個不需要爭 但你中國接近14億 你怎樣稱呼 即是阿毛說 引蘇聯用原子彈來炸中國 死一半人 我們還可以繼續來 真的要走這條路 分分鐘 不用不是蘇聯炸來 可能是金仔 金仔 金仔來 一個導彈可以搞定北京 大部分的低端人口 不出奇 一切 一劃過 一劃過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是剛剛開始 沒錯 又是指彈飛 但習大大十九大之後 整個趨勢就是這樣 很明確 之前大家不留意 所謂的軌跡的話 就會覺得這件事很突然 但站在我的立場看 看回習大大由 上任宣言 這個警惕書而解體 到今時今日所做的措施 是一脈相承的 是強化共產黨的中央管制權 另外你可以前面的管制權對社會 就算你要強化 你真的要清理低端人口 你可以先清理他們去哪裏 因為現在這代農民工 跟上一代八十年代的農民工 是不同的 他不能夠回鄉下 他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 已經不能夠再分鄉下 已經不是那條 你清了出來他回鄉下 不是 他現在是去到城市路縮 他不會耕田 他也不會耕田 他們可以變成怎樣 他們變成一個更加更加 他們像一種原始資本主義西方 就是那些在城市掙扎求存的那些貧民 更加像那種 現在連貧民窟都不給你 而他因為有個戶籍制度 令到這件事很突顯 就是他們在當地是拿不到社會保障 那你還有貧民窟 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那些所謂的智囊 提出了另一件事 就是擴大城市化 就是擴大城市化 你肯強一直在說 這件事 執行的手法是不一樣的 先前所說的城市化 都依然大家的註意 放在一二線城市 但是這次你看到整個通盤城市化的話 是去到三四線 甚至震一級 都在搞城市化 就像阿楊所說的 其實這些流民已經一半 都叫做城市化了 新的模式 那你回到鄉下去哪裏呢 其中一個所謂說法 一個接收方案就是 他們回到鄉下 都會變成一個接近城市的環境 在這樣的情況下 理論上是可以容納到的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第一 他們是否願意回去 第二 即使他們回去了 脫離了那些所謂一線城市生活 他們是否可以真的 維持城市生活的那個模式 這是unknown factor 但是站在共產黨 人當生口管的思維下 放羊吃草 有草你就吃 你是羊來的 是不是這麼簡單 有一點點意識形態 沒有什麼的 本來就沒什麼做的 沒所謂 問題是本來就沒什麼做 你城市還可以混混混日子 對 混日子 你想想他為什麼 寧願在城市睡街也不回耕田 你想想為什麼 你如果完全沒有技術的話 你在城市還可以混混日子 我們經常說頂碎理論 滴漏理論 而且龍鄉的差距是大到 我寧願在城市睡街的生活 都很改鄉 之前有麥爛文 我看過一些大陸的文章 也有說大陸出現一個現象 是麥爛文 即是說在麥當勞 麥當勞流年 流年 有的在大陸 北京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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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體積 是否可以容納到這些人 好玩 這個問題就大了 北京上海可以 又牽涉到先前 有觀眾在問那個資霸的問題 金融風險的問題 你會發覺 我又有寫過文章 不要移我 我真的什麼都不理 其實這件事是外判了 中共其實以它的財力 是做不到這麼大規模的城市化 甚至城市化之後 它的管治能力 有很多是外判了 變成城市管理開發公司 城管開發公司 不是城管開發公司 是城市開發公司 喜歡簡視簡稱 是包含了什麼家科呢 他真的要做招商引資 即是說他真的做一個政府的功能 即是他本來只是一個地產商 包含了地 城片開發 正常啦 你起樓 發覺你不能不自己去招商 政府根本沒有人支持你 有塊地叫做給你開發權 我們帶到地產商 扔了錢下去 難道我不來找人開廠 難道不來找人開學校 難道不來找人開寫字樓嗎 你不製造就業 那塊地都是死的 好了 判了給你 你有權去做 其實它是在行使政府功能 所以這件事都外判了 所以看回天津 就完全不意外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中共真的是稀釋得很厲害 是攀博得很厲害 在這麼緊繁的 所謂人力資源的情況下 你還要全國城市發 最大的個案是哪裏 我怕他喝了水 單是北京自己 向外擴容的時候 整個鴻安新區 整個首都功能重新再分配 多大規模一件事 你不是認為共產黨自己可以一手包辦 是管得很嚴 實際上操作層面 金融的衝擊 你要負責多少債 基建要花多少錢 政府搞基建 我們是虧本來做的 你怎麼賺呢 等如下水道 電網 你是不是真的有錢賺 起碼在開發頭十年 很難賺錢 正正在這麼緊張的時刻 全中國正在做城市化 淺從何來 高鐵是其中一個最慣的例子 因為要確保那些人 都是一脈相承的 大家不要以為這是斷裂的 高鐵之所以要存在 就是要實現所謂一小時生活圈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城市擴容之後 中心點和邊點相差很遠 你如果不是在集體運輸上解決 就等於當年香港蓋地鐵是一樣的 你不解決交通問題 你怎麼把人去衛星城市 你怎麼把人去新市鎮 所以這個反映香港新市鎮 也有一個情況就是 就算安置了幾十萬人 在一個天水圍之餘之類 在裡面找不到食 結果呢 那些人都是要穿過不思 要回到市區最擠迫的地方 在香港那裡找食 所以何況你是中國 你這麼大的地方 一千人的地方 又是以億計的 問題就不是每天 你坐兩三個小時才來回 這麼簡單 有一件事就是 香港做到 中國的規模未必做得到 你說用高鐵來解決 有一個很過人的前提 就是當你被移動的人口 可不可以跌回 去養高鐵 香港是做到的 你如果看香港的鐵路公司 即是離鐵 你看到那份年報 有一個很過人的分析 尤其是當年你看 開這個東沖線的時候 其實原本的設計 是配合新機場的嘛 即是機場鐵路嘛 你接著鎖一鎖一鎖一鎖 怎麼養的 一定養不起的 就算有很多人用機場才轉 你是不可能養得起一條機鐵的 於是他忽然間做個變身 就變成東沖線出來 而是搬了很多人去東沖紳士鎮 這班傢似好像是養華齋 都要撲到中環上班 那班傢伙 我看到一班傢伙 又是東沖去壽茂平上班 四五個小時 都可以養有的 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製造了一個人為的需求 於是你養得起一條東沖線 養起一條機鐵線 是這樣的 政府官商 不要說官商勾結 當年的說法 一鎖一鎖一鎖 合作 官商合作 那就是解決了問題 一石二鳥 固自然 你的人口壓力外移了 減輕了 你中心人口搬去邊區人口 有些是移民實邊 這班人就反過來 養起一條機鐵線 於是機鐵就不能繼續服務機場 又可以繼續用機鍵去大動經濟 香港這個模式 中國是有抄 抄出來的人 用得到我不敢說 高鐵有少許氣味 例如北京 最先開就不是上海 那麼誇張 北京最先是去了天津 我坐過了 你坐過了 一兩小時就解決了 一個多小時就很快 一兩小時就解決了 所以大京津計劃 其實深刻有少許像 我們當年搞新市鎮的東西 它是用了集體運輸系統 聯通了 令到你真的可以找不到吃 你都可以坐一程車 一跳就還找不到吃 現在鴻安新級 就類似這種情況 但鴻安新級 很便宜 不是眼高鐵 但反過來 這個城市化 又是用什麼來養呢 這個難壓 真的不知道 債務的黑度越滾越大 已經是GDP的300% 還在繼續 光速增長 光速增長 之所以表面不爆 其實一早就爆了 如果是西方 正常的西方自由經濟 那種債務違約 他一早就違約了 問題是他現在用強力的方式 去壓住 不讓你追債 你債主也不可以追債仔的債 隨時債轉股 你變成股東 債轉股 即是他用了 這一招 其實他不斷用一個蓋子 一個蓋子去蓋 即是等於充公 你的錢就債轉股 那你還可以充得多少呢 你不能夠長期維持 這個絕對不正常的局面 那有錢的人就走 對 雖然你充公 很清楚 等你充公 不如我閃 我寧願有一個很大的折讓 我也可以 別讓李嘉誠跑了 所以有很多表現上看 就像個別事件 其實不是的 背後的暗湧是互通的 是有一個很嚴峻的社會挑戰存在 而共產黨是面對一個 自己的生存問題 也都面對一個社會的生存問題 他怎樣擺位呢 我不知道他真的可以怎樣解決這件事 所以很多黨員都安排安全 家人和主要的財產都去了美國 習近平和美國 大哥 你還有什麼來他講 宣誓效忠美國 他說不是 那你相信誰 又不止美國 澳洲應該全世界都去 炒到天 炒到天 炒完之後那個地方是沒有英文名的 抗議 真是侮辱杭林 還要打架 由左至右這樣寫 真是離譜 唉 真是 這些就是沒有文化 所以你要看澳國人的流民現象 分了兩個對流層 你國內的就變成城市流民 但另一種流民是甚麼加科呢 就是高端的了 高端留在海外 高端發達國家 流的發達國家 不是比亞路亞圖 我先前也講過那個 terminology 提醒大家 香港面對的是金融難民 是高端那一班 香港有一個跳板 你經香港去全世界 錢不是在香港炒樓炒到爆 所以樓價就是這樣來的 有很多 我經常說 外行就看熱鬧 外行就看門路 我們看到的 中共成為了一個很嚴峻的管治危機 而在回應當中 做了一個手段出來 不是割裂的 看見了不是割裂的 下一步擺甚麼棋 大家可以猜得到 他會更強硬執行一些 習近平的 所謂新經濟區 所謂新常態 但就不是用以前那套 那個分水嶺的 如果你看江澤民的年代才算 代表論 三個代表 是資本家入黨的 很過癮 變了那個 人本階級敵人 先前的說法 就叫做國退民進 也是一個融合過程 問題出現了 所謂的嚴重腐敗 其實有沒有國退民進 你都會腐敗 極權就是腐敗 為了面對這個腐敗 反過來 現在國進民退 逼你那些人 叫你的資本家 不要走 入黨 然後王健林那些都差不多 中公了 只要欠你 你自己看福報師 說出中國富豪榜 一說完之後 這集福報師 之後幾年會怎樣 是詛咒來的 那些人會叫他 你不要登我 你不如不要登我 我去求求你 前世無冤 今世無神 不要玩我 其實是一脈相承 所以說 國去民進也好 國進民退也好 其實面對同一個兩難 共產黨到今時今日 其實十年前已經出現了危機 如何至於合法性 好像馮佛說 合法性如何延續 現在習大大上台之後 用回毛澤東那套強權 站在重建共產黨的合法性 對外也是在體現這件事 對外就是要一帶一路 以及要 即是說 你所謂的備戰 剛剛的觀眾已經問到 金管局和中國 互換四千億儲備 是甚麼意思 其實是很小事 但顯示到香港的重要性 是甚麼價貨 老實說 四千億對香港 不是甚麼重驗難事件 是很自然的 因為股票互通 很多東西互通 在這個情況下 香港變成了人民幣最大的國際資金錢 其實所謂人民幣流通 可以兌換 深刻也是靠香港的 其實那些鬼佬不是去中國兌換人民幣 那些鬼佬是去香港兌換人民幣 因為香港有 那你的人民幣資金錢如何維持平衡呢 就是和香港金管局和中國人民幣互換 那你不是自由兌換 唯有互換 通過港幣的支援 令人民幣可以忍耗國際化 走出去 但到現在還是不清楚 另外還有些 譬如 沒有香港會死 俄羅斯幫忙 我貴價買石油 是呀 是呀 我們欠收 其實世上就是人民幣貶值 它主要是希望 你這麼貴 你九十元和人買 拿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 天然氣 它是很渴求 因為中國本身是能源缺乏的國家 它除了煤是比較多之外 石油又缺 天然氣又缺 沒有辦法做戰略之源 這樣就不行 貴金屬又缺 所以中國說地大蜜薄 你如果真的地大蜜薄 你除了十多億人口 你跟著那兩小時 本兩大但消耗更大 消耗廢又更大 破壞又更大 破壞又更大 這些 你自己看東江水就知道 你福歇的根本 也是一脈相承 一帶一路要看它在哪裏 上次我不是說的 衛國捐區 衛國捐區 去那裏 去非洲搶石油 就是這些 你可以看到 整個中國 向外擴張 那一下 都是反過來 其實體內衰 它根本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 同樣道理 它維持增長 合法性 你不能夠沒有的 它不搶能源 它怎樣維持增長 合法性很簡單 是兩件事 經濟增長 首先第一 錢 意識形態 就是講外國主義 已經不講馬列毛了 不講 馬列毛有低端人口嗎 不講得 實際上有 但是不可以這樣講 愛國主義 都是很形式和表面 你不可以外國宣誓 效忠別人的國家 絕對是 永遠說 他做一套 封人卷的精神氣味狀態 你只可以騙到 貧下中農低端人口 基本上城市中產都已經不 當然不騷擾你 放口會騷擾你的 你不騷擾他不行 放口會騷擾你的 身體在哪裡 身體最誠實 全部搞疑問 身體都未必最誠實 你看他的錢 還有家人才重要 身體可能會影響中國 你的財保在哪裡 你的心力都在哪裡 對呀 蘇一講講正 中國的危機感很強 肯定是 其他人敢不敢覺得 習近平是絕對感覺到的 全部做出的手勢 就是完全符合當年 上任時的宣言 就是為了防止中國出現 蘇聯式解體 他接著會點點點點 這些東西就是 一模一樣的 是像劇本一樣的 至於大家是否真的看得透 是否真的不明白 以及不要隨口說 知爆知爆 大家是怎麼知道的 但是這個模式出來的話 所謂知爆 最有可能的 是會重複蘇聯那一套 就是中共集體 跳算 奧菲菲爾已經跳了 當年蘇聯也沒有那麼多人民 因為中國現在 共產黨主要是靠利益集團 利益軍分 尤其是六四之後 那個利益集團已經大開無形性 而且是富可覆國 不是富可敵國 你真的集體跳船的時候 就立即肚崩瓦解 其實只不過 只不過 共產黨說跳船 因為是裸退的 大部分家人已經在外國 錢去了外國 你只要說 買了中國護照 閃毀去了外國 搞定 沒有第二句 你連調錢走都不需要 你明白嗎 你也不需要國內搶資源 反正是不夠的 還有香港也有其他功能 就是那些人走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去香港 來香港走 不過原來已經買了機票 走了 這樣走了 其實那些友台已經安排好退路了 不用跳船 還有我印象上的 阿里斯就認識了很多中資 很多高管的護照被保留了 是不是這樣 不是保留那麼簡單 如果你是國企的話 你出國的申請 有多少從審批 你想清楚 是直接不批 你出國旅行 很緊張 很危險的一件事 中資高管 有很多已經在監控範圍 為何有這麼多人像 和面積的技術 你如果想拿帝戶 那些像德川莫富 那些參共交替 那些 原因就是 又解釋一下很過癮的事情 他就是怕你跳船 跳船怕到什麼地道 明知道你那些死粉搶 一人幾本護照 你真的靠護照認隱 就逃跑了 所以不靠你的樣子認隱 你不要以為你要另一本護照 他認不了 洗頭艇也能讓你抓到你 讓人把你帶回家 洗頭也認得你 斬頭就認不到 洗頭也認得你 你證明他現在的胸殼 很緊 很害怕 很害怕到爆 所以那些所謂支爆 什麼加科 其實就是蘇共 是集體跳船 不要以為 真是以前所說的農民暴動 不要以為它是破產不破產 一屁股爛債 它是不在乎的 因為還債那個 不是中共的 你想清楚這件事 所以會剩下什麼情況 就是會有很多爛債 會有很多爛帳 會有一團租 那一群是會由中產和低端人口承擔的 上面那些是會完全破壞的 這種是自爆的 這種是自爆的 就算你類似香港金融風暴這些 受打擊最嚴重一定是中產的 你看看那些以百億計資產的企業 沒有一個有事的 隔岸官方 你試試有幾千萬身家 那一堆 那一堆很慘 一樣 一樣 但是香港還要有個有下管治的政府 是嗎 會閃毀了 怎樣廢都好 起碼那群官僚 跟英國人的舊規矩 是正在運動的 這件事是workable 暫時表面也是 有些是智力低得特別嚴重 例如機場公路忽然改收費 所以現在是斜斜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問題就是管治水平是江河日下的同意 但是爛船也是三斤 因此面對金融風暴 香港都依然是過得到的 政府依然存在 立法性是這樣 中國就說是罵了 第一 政府已經外判了 外判了 第二 中共所有管治階層 已經賣了保險 移民了 錢都出去了 你會出現什麼事呢 甚至乎我們應該這樣說 那個爆 其實他們原本相當遲 實際上 這個身體已經移動了 你還未爆 還未爆 難道真的有支付寶 所以不爆 要找雷教授 解釋迷津 是不是有某些動物給你叫得多 所以不爆 有個宣洩渠道 所以不用爆 有人資產經濟 這個很重要 財富再分配 助養村姑 很重要 嘩 其實這個經濟 真的養起農村 全家人很多 雷教授計算過數 應該很熟悉這件事 即是風涼灣收場 無所謂 我們平常也不自駕 我們不斷衰駕 問題就是 那個支霸的形容 每個人都說支霸 其實大家不太感覺到什麼 支霸就是共產黨挑戰 這麼簡單 下面剩下的什麼 就不知道怎麼搞 可能是整個社會瓦解 你跳船之後 整個社會瓦解 問題就是 你的一線生機 就是社會自己的組織力量 會不會有重新組織的力量 這個就是問號 暫時看不到 我看不到有一個可以組織的 因為過去這幾十年 民間有一些健康的組織力量 都已經立刻被消耗 尤其是在90年代後 以後面二千年開始有些NGO 他現在所有NGO都要黨委 都是 所謂的指向這個方向 教會要拆教 要買一個賞 教會就是因為他的組織越來越大 而他的意識形態是增加意識的 如果大家看基督教的歷史 在第一波的教壇裏面是正在發生的 就是當時的基督徒也很重要 因為當時要宣誓 羅馬要向皇帝宣誓 要向皇帝的仗做這個 要宣誓 是要宣誓的 這個納粹敬禮是這樣 是羅馬軍禮 當時是相當多的基督徒去拒絕這件事 因為當時在羅馬多神教的傳統地下 這些皇帝其實是作為一種神來的 當然羅馬人那種神又不是基督教的神的概念 類似希臘那種多神 所以當時是有一個衝突 他們是拒絕向羅馬皇帝的口中 因為我不能夠除我意外不開其他神 所以基督徒和猶太人 當時是經常跟羅馬政府反送 其中一個就是 你要我敬拜那裏要放你福祥 做鬼事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沒有所謂的中國模式是信 沒有的 他其實是用另一種方式 重複歷史的步伐 然後我們歷史就知道 基督教有這件事的打壓第一 這是創製了很多烈士 所以其實也是最終會反撲他們身上 反彈會發生什麼事 過癮就要看這件事 所以也有先例 還有留意也很有趣 台幹那班北京那班 立刻支援走很多教會 好 不然這些內拿 他用一套苦舊難鑑 所以這個原因是什麼 他中國傳統宗教 佛教、道教這些 傳統民間力量 打得太殘 他那個宗教基礎本身是中國 如果以基督教來說 現在中國的沿海城市 事實上社會形象是屬於良好的 對於你選擇的來講 增轉得很快 當然他們有很大的限制 你不可以做 真的要跟政治企圖開 所以純粹叫福音派那種做法 我討厭政治 但事實上你看到 所謂我舉高雙手 遠離政治 在某些位置 他會反過來 譬如這些事件裏面 其中一個觀察點 到底是否借著這件事 其實是有個位子 叫做宣洩 抬降 或者怎樣 宣洩抬降 你的說法都OK 問題就是 很正常的人類思維 對 他本身是想做的 因之心人皆有知 為何教會基督徒的數目 犯基督徒的數量 在中國突然爆了幾千萬 尤其在沿海城市 因為宗教沒有了意識形態 但是人都有內心善良的追求 還有他有一個精神寄託 他沒有了意識形態上 所謂犯政治的領導之後 你要人類的凶降 精神寄託在哪裏 就算是法輪功 那麼多人信仰 你是不是有神跡 我不敢說 就算不是法輪功 王者榮耀 法輪功都被打壓成邪教 基督教還未至於處邪教的位置 他本身有個三治教會 有個管控 但明顯現在最頭痛的就是 不肯聽你的腦點 所以他才有這麼大力度去拆教堂 燒十架 和打那些 同樣道理 不是因為他強 反過來 是因為他弱 他弱才要做這些所謂侵略行為 是抗保你班人不能挑戰他 搞清楚 這個很愚蠢的 基督教傳統 你越壓迫他 他就越壯大 他就是受壓迫成長的身體 為什麼 耶穌示範了 我第一個示範給你看 如何受壓迫去全教 他的美德就是受難 沒錯 強化他的美德你想怎樣 你越是強化他 你越是壓迫他 他就越有好處 因為他的美德就是受難 你給他受難 就是他在弘揚他的宗教 所以你看到這次 在天子腳下還有這麼多自願組織 冒險 送無尖 這件事真的發生 第一值得去觀察一下 是 可能是一些 以前所謂主旋路下 有些抑壓了很久的東西 或者他們很低調 避開一些雷區 而我們是未遺疑到的 我留意的是 微信圈是很厲害 基本上 這些東西是討論得很厲害 人都 會不會構成另一波 很多所謂中國知識階層 叫做港義知識階層 的一種開始 叫反省 或者叫覺醒的一些漣漪 是有少少存在 這些人可以討論到底為這件事 大家都很清楚 他連馬列基本上都不說 很清楚 如果你剷走這班人 基本上你還怎麼說自己是馬列主義 你沒有 一早不說 一早不說 但你可以有一個 極其量是斯大林之義 是低端 即是你直接說 要將人分高等和低等 這樣的話 就已經不是馬列了 你連表面上說的馬列都說不到 這些就是蠢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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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天洗太平地肥 濕了露宿者的皮鋪 然後趕他們上劏房 結果劏房租金 升得這麼厲害 香港一早在做這些 不過香港 官蠢極都不會 香港是大灣區 叫你上去養老 其實是一樣 不過那些官蠢極不會發明什麼低端人頭 問題就是 差不多到最後了 大家看一看 所以有時候看看 哪些人是最快有反應的 然後都是藝術家 很多人忽然是文學家 敏銳程度 是妖心妖廢得不得了 你事後再看一看 你才知道他們是這樣的反動 其中一個表表者 差不多20年前 周星馳 記不記得 死者做魏小寶那個角色的事 身為丐幫 他怎麼跟皇帝說的 你要我管丐幫 你做皇帝 你自己怎麼管一下 誰想做黑衣的 你做皇帝做得好 我哪有丐幫這麼多馬 很反動 你要對付低端人口 低端人口怎麼來的 古代中國傳統的美德 那是個賊犯了罪 唐太宗說 那是我的錯 下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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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是窮而搶野的皇帝 這其實是仇先是皇民 但他們表面上都說這一套 大哥 你剛剛講一下這些藝術 電影藝術大師 最有表表者就是阿叉里 戀心要廢 什麼摩登時代 城市之光 全部將當時美國所謂低端人口 他們叫基層 他們不做什麼低端人 他們不會這麼侮辱性的 將他們所有面對的那種 每一個生物的壓力 表達出來 來改善社會 現在的情況是 你口口聲聲清理低端人口 就回到老問題 周星馳一樣反動 低端人口怎麼回事 之前就是管治有問題 才出現低端人口 而且你是很忘恩悔的 這麼多年來 城市好像北京、上海、廣州等 城市的樓是誰建的 靠民工 民工 你連酒樓斟茶、遞水那些是什麼人 民工 最沒有人肯做的清潔工作 誰做的也是他 所以大家都明白到 其實你說香港之前 被人說這個牌 你發覺完全是 我們至少未試過這樣清理它 起碼呢 還歡迎你來香港 香港是吸納的 你擺設區本來的 香港這方面 對比你六七年 港英怎樣 起碼讓當時游泳下來的難民 起碼叫做安居樂業 現在就玩第二套 這些說香港排外 這些根本就 我不知道他們真的這樣想 還是覺得 我說這句話可以討好北京 真排外呢 他反而不說 當作德政 真排外有什麼科 無緣無故整個大灣區 叫你香港的低端人口移民上去 喂 那你只是排制低端人口 你算不算是排外呢 現在 一人摸一樣 這些人自己是當成是德政 當成是德政 你真的有衝突的人 這件事我十年前 這件事我曾經跟一個很資深 但已經離開了新聞界的新聞工作者 他跟我說過 香港政府其實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把窮的人 把他們整開香港 那時候沒有叫低端人口 那時候你想想 如果你說曾爭著士 那個超萬哈頓計劃 你想想怎樣來的 香港就是 什麼是萬哈頓呢 就是窮人要乘幾個鐘頭車才回到他們的地方 一樣 那你來香港就是以後 來到金融中心 只是有錢人來得住 老董也說這句 是誰是誰是誰 最住不起的就過著 所以你把地價和樓價的刻意推到這麼高 就是一種排斥的手段 把其中人口排斥 所謂的低端人口排斥出去 就是香港以外的地方 他不說而已 客觀上在做這件事 是正在發生的 但不是說 每個人都被你叫走就走 怎麼走的 走不了 就是上街的 你天然 你香港真的有個所謂制度上的邊界 不是地理上的邊界 是制度上的邊界 似乎 隔了那條深圳河的東西是完全不同 你過不了去 還有你想想以前還說 因為相對 你上到去 在香港做過管工上去做作廠長 還行 你現在上面的梳裂 哪有人說 哪有支歌仔叫做 香港洞不行上大陸 有 人家鬼要你 人家鬼要你 用支付寶就有 我不知道 是 是 又是陸教授 是吧 你怎麼說這一套 還怎麼上去 但你不要玩 先問我是這樣 你們繼續說 阿仰 阿仰 阿仰經常自駕去低段人口 阿仰經常自駕去低段人口 當然 這隻貓 高點人口 他都不用做 他都不用做 這位人家 我們轉個環境 講這一個一臂兩檢 最新的發展 這很有趣 原來你見到 又懂得看轉身 華麗轉身 阿姨姐的答案 我很喜歡 大哥 我聽說 沒有 我們二十條 五十條 不用就不用 只要人大授權 就會有一個很堅固 大釋法就可以了 只要有很堅固的法律基礎 說不出 然後還要等人大 你會發現很有趣 大家都說 有一個法律基礎 但因為人大沒有給他 他不知道是什麼 又是坑害阿爺 阿爺 很明顯是在你眼看我眼 阿爺 現在是急如熱鍋上的馬 好笑 阿姚哥平日早上 太大領你 又是不好玩 大家留意福田 一早有預留的位置 預留給你 你又不要 所以是誰幫我們 爭取了香港一臂兩檢呢 含了飯 哪位 幫我們爭取了 這個一臂兩檢在香港 絕對是坑害阿爺 成功爭取了阿爺 成功買了阿爺 阿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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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宣傳方向 我覺得是正確的 是 對 就是兩地兩檢 又是回到兩地兩檢 要不是回去爭取在大陸一地兩檢 又是回到那個羅馬張口 對 福田那的 就是預了的 摘角線 沒有所謂摘角線都可以很快 那又 真是 真是 怎樣說好話 我想起也很好笑 當然另外剛才說了大陸的專家朋友 就說了一件事 似乎他又把波移回 叫你自己想回 第七條是怎樣 現在就算了 不緊要 香港土地由香港自己決定要去 我們可以管理 但都沒有解決過根本問題 請問你是誰而可以受權中央 請問你是誰呢 除非你是香港而是獨立 除非你是香港而是獨立 或者言譯或一制 要不就說所有東西可以釋法 等於是沒有了 等於是沒有了基本法 所以很明顯這幾件事 阿爺現在很不想出聲 很不出聲 但他沒有那麼不出聲 就和他放上台 沒錯 等一些東西你要把波交給你香港 你自己說 我不說 說真的 阿爺有一個全身而退的方法 但是很少人提的 請說 因為香港已經做了水煮 是否爛尾都要填耳 我好像計算了數 都是爛尾 即是否香港也要自己填耳 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就是 有形而無實 有高鐵 但是班次不足 我停不去 極其量 停了封嚴 買不到票 香港買了票 不要來香港買票 來福田 麻煩你 避了一地兩檢 有形無實 即是虛仿一招 原因就是阿爺會計算的 我不知道阿爺是否一早已經 挑通眼明 計算了數 所有成本香港都背了 所有利潤阿爺都分散 但我覺得都值得的 我就這樣說 我被人罵我這樣說 我覺得不要緊 如果你說給了一千億出去 可以不用一地兩檢的話 在香港的話 不要破壞 你都要付錢 不要緊 稅供你 只剩下最後那件事 如果阿爺出這招虎仔抽身 令自己不用尷尬的話 他又不用尷尬 有人說那一刻 那邊可以有一個很大的地下城 地下城故知然 有些人說到 不如做骨灰骨 永久解決 反正都是王泉相見 這麼大的洞 有創意的解決 很多事情都有人想過 所以香港 基本上只是一件事 搞清楚 阿爺如果是全身而退 苦底抽身 就省了不用煩 省了不用煩 什麼都掉了 但依然沒有退太太 我沒有退過任何事情 這裏都依然是 一地兩檢 中國法律法律 沒有發生過 沒有事 然後只剩下香港 如何搞定那個爛灘 原因是 但香港我是創意的 你記得這次有個帥隧道 都搞不了 我弄了迪士尼 都可以 貓貓來車 幫顧我 其實五本就做不到 但會不會出到這招 但他們也是卸博給市場 他們還在搬你 我賣不了票 我就不開車禮 你叫我吃 我準備了福田 搞定 搞定 我的見證 師姐 是代表一些事 師姐出來說 其實已經代表一些事 她代表了一個影星蟲 她說的應該是代表香港系統裡的國外太太 就扔那個球給爺爺 爺爺 講完之後 那一刻 你知師姐一向講的那些東西 表面上他的樣子讓你看看是順利的 但這次要講的是不順利的 你明明感覺到 只要人大授權 就是有一個合法的基礎 用哪條是不重要的 用哪條是不重要的 他變成這樣 即是射回給爺爺 但我覺得由專業由大又主 即是未必有關係的事 我覺得這次未必有關係 他福田演語流動 但一早已經講了 爭取香港成為區域性交通樞樓 這句說話 那個定義不是爺樂的 上次已經講了2008年 大豬三角洲開發 那時候叫大灣區 已經講了這件事 問題是那個分佈 未必正確就是這樣 有人代香港出頭 去跟深圳爭過 深圳爭過 他主動出擊 所以為什麼大家經常看到 國內有些語言說 你香港已經拿了很多好處 還不知足 那別人講的東西 基礎是我們 香港我們這班低端人口 不知足 有香港的高端人口 不知足 他說為你好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 我們感覺不到 你想想其中一件事 為什麼很多大陸人對你嘴苗苗 其中一個原因 他們其實都不拒絕 因為覺得你經常拿好處 問題是我們沒有好處 有人拿了 不過不是我們 所以我真是很無謂 整件事 所以經常說 有人搞到中港矛盾 就是這件事 所謂深層折矛盾 這件事 煩惱皆因強出頭 第一 香港的老百姓 什麼時候授權利 和深圳這樣爭的 我沒有聽過 大佬 問題是怎樣 有人朗朗上口 背重如流 如果香港不急起即將 就會落海 你閉上眼五年之後 發生什麼事 你閉上眼 你一身就死了 所以就是說 我不理你五年之後發生什麼事 這場無謂的矛盾 不是香港人要搞出來的 是有人 是一小撮香港人 高端人口 是認為你要這樣做 一定 原來我們就好像 在黑衣兜拿飯吃那種 就是這樣 搶東江水 人家有水喝 真的 人家沒有水喝 大家經常不滿意 如假如沒有國家 香港元旦 有些人說的 當然 他不無這個 所謂 天朝情結 某部分 是不是有些人 小撮香港人 去促成這件事 也有份 很明顯 人家的感受 其實是有部分的事實基礎 是某類香港人 在你們沒有授權的情況下 也沒有得益的情況下 你說回當年搞這個 所謂 自由行 自由行 也是一個 我上次的文章 又寫出來 是專訪訪問過 當事人 包括姓梁 那位國內的 友仔 白紙黑截寫著 不能收回 中央一早已經出了警備 安了你 後果是否香港能承擔 有人拍胸口 是一力承擔 沒有問題的 你那個廢話 叫梁振英 自己爆出來 所以自由行這件事 就是這個情況下 原本沒有這麼大的矛盾衝突 有人說香港承擔 大家留意一下 香港的中國人身份 認同在何時發生 開始 壞彎 你想想 以往 第一 只要讓香港人繼續讀 三千年的中士 長遠略近 近代史就知道 強調怎樣慘 之前就不斷強調 歷代輕衰 分九必合 九必分 總之大家就不勇 分得了 然後 然後 實際上分架 實際上分架 有空回去看看黃河 看看長城 眼淚 感性地形式 看到天安門 沒有理性 感性地形式 其實 就搞定了 搞定了 就已經搞定了 千秋萬世 但是 殊不知 突然間你會發現 為何他們是這樣的 為何有些人可以這樣的 然後就是大規模的接觸 每天的接觸 沒錯 大規模接觸才引起 那個時實的成功 用上面的說話是大範圍 大範圍 全方位 色香味俱全 還有美 色香味俱全 不知道多少 色香味俱全 然後你就會自然 尤其是年輕一代 因為我們這一代的人 你會有個理性的認識 柳大 始終我們和大陸的柳大 強過我們 尤其是九七後出生的那些 沒有的 沒有的 然後他們突然見到一群外來的物種 即是猿人集地球那種 那些情況 他全日不是這樣 你小朋友 拿彈檢 拿地鐵 搶人的彈檢 見過沒有 隻貓都不會擔人的兜 問題就是 你真是被人認識了 香港是否承受得起 國內的官員 一早已認識到一樣東西 提出了警告 有人說他一力承擔沒有問題 結果是什麼樣子 就是 港獨自負 當之無愧 港獨自負 顧之而得 每個人現在政治醒覺 真的 你看回十幾二十年前 國內的清談節目 經常嘲笑香港人 說股票你厲害 國家大事講經濟 講政治你認識條 主持人很大無私樣地說 反過來 國內每個人都說股票 香港每個人都說股票 誰搞出來的話 今時間差不多了 話題多了不得了 但有很多事情就是那句 外行純粹看熱鬧 你個別那些要怎麼評論呢 回事 我們提供很多背景材料 有很多東西一脈相識 外行看門路 變成這些東西 不要隨便聽就算 回去早做功課 看看文章 有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OK 今天就是這樣 拜拜